哈喽 大家好 我是黄英川 今天要去办实体店维修几个灯 我就几个低压灯 低压灯一般烧的话都是驱动器烧了 所以今天就带了几个驱动器过去 去看一下这几个灯到底是什么样的 这里就是青少年军训基地啊 像小学中学的军训都是要跑到这里啊 即将左转 哦 天哪 做到这么偏的地方进来 看一下他这个灯是什么原因 啊 他就是这样老是会平闪 现在要把他的驱动给他换掉 这种置件房太高了 我这个中灯神器三米五的都还够不着 我在下面放在他的桌子上面 驱动器就在这里 但是不整个拆下来之间换换不到 所以还是要整个拆下来才可以更换 费了好长时间 终于把它整下来了 关键是太高了 不好操作 现在我给他更换了一个驱动器 但是我把驱动器给他接到下面来 也就是说下次这个驱动器烧的话就不用再裁灯了 就直接在下面换就可以了 上面我就把这个线引上来 有一条是这个是灵火线 直接接 还有两条是这个辅助灯光线 等一下就接那个小驱动 这样就行了 现在给他试一下 应该是没问题了 对 现在没问题就给他装上去 维修这个灯了 如果没有这个装灯神器的话 我都不知道怎么来维修 这个从从哪里下锁 又这么高 应该有4米的层高 而且梯子也没有那么高 我这个体子要站到最上面一层 才够得着 现在 搞上去之后 试了一下也没有问题 现在就可以把这个神器给他放下来 希望他不要再坏了 他们肯定以为我是偷东西的 我要拿这个梯子出去 全部都围过来了 不要看我这么淡定啊 其实我心里慌得很 哎呀 这维修的活真的好累啊 换这个驱动 换了有两个多钟 因为他这个层高太高了 我估计有4米高 这个层高 所以这样 放起来很不方便 现在我把驱动全部改到下面来 下面后面如果有坏的话 就不用拆灯了 直接在下面换驱动就可以了 要不然后面还要拆灯的话 真的也会搞死人 所以为什么我一般 像这种维修灯 我收费要比安装的还贵 就是这样 维修的太麻烦了 假如安装这个灯100块钱的话 我维修的话 最少要收到150到200 本来要维修两家的 现在这家搞这么久 另外一家又修不到了 只能赶上去帮他修了 像我们农村地方 自降房的 有这种差不多有4米高的这种楼层啊 最好还是装那种西顶灯 因为他不管是维修还是清洁都比较简单 你装这种水晶低压灯的话 后期太麻烦了 不管是维修还是清洗 都比较麻烦 因为你一坏的话 就整个灯都拆下来 哪怕你是要装水晶灯 装那种水晶吊灯都没有这个麻烦 水晶吊灯的话 它也是 很好 很好处理